男女嘉宾在斑马线前直面彼此 把握最后的告白机会 60秒倒计时 前进还是驻足 迎来幸福选择 请做准备 接下来一起进入爱的斑马线 倒计时60秒 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你们双向奔赴 如果对面是你的心动的女生 一定要大胆地往前迈步啊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对女嘉宾了解的有点少 我觉得自己的话还是不够太优秀 刘航你好像一直在看别人 我觉得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你只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你想不想勇敢地去追求这份幸福 接下来的时间是交给我们的雪晴 一号男嘉宾 他很诚实 敢爱敢说 我也挺喜欢他的性格的 三号男嘉宾觉得他挺可爱的 提供了我很多对爱情的幻想 还有最后十秒钟 还有最后十秒钟 时间到 太遗憾了 一号男嘉宾开始做logo设计的 我感觉他一直在电脑面前来和苦干嘛 对我来和这儿哭到 这三号男嘉宾 我觉得他挺可爱的 但是他的事业方面呢 我觉得就不太稳定 我想找一个稳定一点的 能给我安全感的 我觉得在爱情面前 需要再深重地考虑一下 我们握握手吧 谢谢 我觉得至少在向幸福出发的舞台上 见面也是一种缘分 谢谢今天这两位小伙子 你们都非常非常优秀 而且特别佩服你们最后一刻 为爱奔赴的眼神和脚步的坚定 希望你们今后的每一步 是通往幸福的路 继续加油 好吗 好 来 在这里我们送两份礼物给你们 长安花菜籽油 祝你们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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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继续加油 我们期待看到刘航的设计的作品 期待能够看到王腾的影视作品 谢谢你们两位 我自己的话 其实该表现的 该说的也都说完了 然后可能因为女嘉宾 没有太喜欢我 所以最后没有钱的照顾 虽然女嘉宾没有迈出那一步 但是呢 我希望有机会 可以跟她从朋友做起 两位男生都离开了 但我觉得雪晴最终的选择是对的 既然没有看好 那我们就再耐心地等待 因为22岁是一个特别容易 被暂时的眼前的爱情冲昏 头脑的年纪 如果这个时候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 有时候也是给自己的人生 会造成很大的一些 对 负面的 而且没关系 就台上虽然没有牵手啊 台下也可以留个微信嘛 就是啊 大家都是朋友 对是好朋友 对对对 但是我们真的忠心忠心祝福你 可以早日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好 好吗 谢谢 谢谢 祝你幸福 好吗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拜拜 我觉得爱情是件挺伟大的事 但是合适不会是只有自己知道 爱情也不是说着急就能拥有的 我觉得在这条路上要慢慢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